现在其实呢所谓的U-bike是相当的夯 其实非常方便的是 我们可以在这个台北市区中中就可以接到这个U-bike 用这个短程距离的方式其实相当的方便 不过我们带您来看到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张地图 而且您看到的是在五岭这边 五岭是台湾公路的最高点 这是因为呢这个前天的凌晨在台中有一名罗姓男子 他竟然骑着台北公共自行车U-bike 就上到五岭这边来了 我们看到他其实从台中出发的 当时呢是在这个深夜在1点15分的时候 就这样一路骑骑骑到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到了浦里 然后一直到下午4点的时候终于是到了五岭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远 结果也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认为说骑登山专用的脚踏车上五岭都已经很辛苦 何况呢它是还有着重达17公斤 只有三段变速的U-bike 有人说这真的是超人的体能 还要有坚强的抑制 不过呢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这U-bike是提供市民在城市内的通勤使用 这样长途山路骑乘是不是根本在破坏公共财呢 而不过我们也要告诉你们是 现在又例次这样的状况已经发生不止第一次了 而且这一位男士他做例次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工作人员将一辆辆单车搬上小八台车 准备进到其他地方支援 因为微笑单车的租借率超乎想象 人气超高 简单的动作骑了就走 微笑单车是台北市为了方便民众短程战对战的交通工具 车体设计主要针对街道使用 不过现在却有民众体力超好 硬是骑向北宜公路要征服九弯十八块 有点夸张 因为我觉得 因为觉得说 因为毕竟那不是自己的车 然后就可能不懂他的车况是如何 他标我是觉得他大概标不起来 因为他有速度一定的速度这样 有人厉害标山路不怕铁腿 但是也有人很久 骑到淡水体力透支 没办法归还 打电话请客服帮帮忙 那目前我们都会做一个 用一个安抚跟劝导的方式 请消费者还是自行 回到他所需要归还的站点 那另外也在宣导消费者 在骑程使用之前 先注意一下自己的体能 微笑单车真的很夯 从8月30号到国庆日 光是注册会员就有6万 使用车次也标到21万 国庆当天更是刷新记录 1万车次的使用量 算一算平均一台车就被骑了9次 不过随着使用量大 微笑单车的回损率 其实也不低 座椅刮坏 照明灯 警铃也被拔走 连安全的制动系统和变速器 也被民众觊觎 短短一个月恶意破坏 偷窃就超过10件 虽然市政府都能及时维修 但是千辆单车要面面俱到 还是防胜罚 想要这是公共财 希望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 能够多多地去爱惜 让这个工具 可以让更多人去使用 微笑单车是公共设备 人人都有使用权 但市府也要请民众发挥公勒心 好好珍惜 微笑单车才能骑得久 笑得久 真心的赵浩凡 侯翔 还没有了